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盛装恨下山荒海乌鸦 暗涌无数倾桃 千秋之档转生青春做颜料 风雪跋上冰角摆着也不纳无言离藏 不灭的光 一生熬骨不拒疯狂 笑对星期皆忘做孤狼 生来就独来独往 熬骨不该奔逃 真正像春雨晓干始终 一颗星雨为你滚烫 你要挑战百战密室 请二位长老成全 百战密室在超凡中人尽皆知 密室中的五行炼金人 各个都有飞天级巅峰实力 且相互之间能完美配合 超凡强者一旦进入 就会遭到围攻 就算是超凡 超过九成都难以取胜 如果没有十足把握 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二位长老说的 我都清楚 但 还是想试一试 二位元老放心 此次挑战 无论是生是死 我一人承担 这 不行 你现在连超凡都没有跨入 挑战就等于送死 你现在虽然不是超凡的级别 但是 你是我下族多年培养的 很有潜力的骑士 我不能冒这个险 司空观主 东伯雪英也没有加入 任何超凡组织 却有机会挑战百战密室 我认为元老会应该一视同仁 给所有弟子一个平等的机会 但东伯雪英已经是超凡 凭她的实力 都没有冲破结界的大门 打开百战密室 以你现在的实力 凶多吉少 我建议你先不要这么莽撞 我倒不这么认为 现在魔族对我下族虎视眈眈 大战一触即发 正是用人之急 他既然有心提升自己 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 谢西云殿主成全 如果你真的能挑战成功 不仅可以直接进入新火宫 为我下族效力 我大地神殿也会对你发出邀请 这虽然是一次绝佳地展示自己的机会 可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还是要量力而行 毕竟 命 只有一次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就一视同仁 先进行力量测试 但是 如果你能打开百战密室的大门 我便允许你去测试 如果连测试都没有通过 那以后 不要再提起此事了 弟子遵命 渔峰 其实你的慧根并不差 你知道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你短期内快速突破自己 什么方法 就是信念 你要相信 你一定可以 你小子现在还教育起别人来了 我要去龙山楼协助你对抗魔族 今天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师父说 他也想来看看你在新火宫的状况 所以我和他一起来了 来新火宫 感觉如何 跟长风学院完全不同 有很多感悟 只可惜 抓奸细的事 目前没有线索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个奸细 若潜伏在新火宫 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薛英 不可太着急 臣住气 一面打草轻生 冰冻三尺 我看你 是不是还有什么心事 师父 我不太接受新火宫的修炼方式 我觉得同族之间 应该相互帮助 移植对外 而不是以互相残杀的方式 来成长 其实 这是元老们的用心良苦 只有在修炼的时候 体会到生死的残酷 才会在面对真正的敌人时 有保命的能力 朋友之间相互厮杀 只是为了最后的胜利 恐怕会本末倒置 因此会失去生命中更为珍贵的东西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连一缕斗气都没有 而现在 你已经成为了长风学院最优秀的弟子 也是下族最年轻的超犯 而且 你不管经历了什么 你始终对这个世界 怀抱着希望 因为我失去过 所以我更懂得真心 这份真诚和善良 是你最珍贵的东西 我希望你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为自己守住 雪莹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下族的未来 全靠你了 我一定会像你一样 守护好我的龙山谷 景秋 关于奸细的事情 我有一个办法 去龙山楼之前 你帮我一下吧 什么时候 等我消息 好 这力量测试 可是新人长老薪自安排的 我帮你做手脚 万一败了 那长老们可饶不了我们呀 是啊 我们可不能冒这个心 放心 我不会让二位师兄难做的 二位只需要在我通过 力量测试过程中 暗中助我一步 你必知力即可 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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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借到了 好 要以我现在的修文 哪怕是通过力量测试 也很难在本战密室中 全身而退 我们当然会帮你 就看你 肯不敢下这个决心 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目标坚定的人 有了他的力量测试 你不光可以打通百战密室 还可以打烂整个百战密室 让所有的人 看到你无穷的威力 我会打烂整个百战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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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五行阵防 进木水火土 五行消射消克 五行消射消克 我终于通过百战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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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闯完百战迷失 此时内心极不稳定 如果这个时候 用内力帮他疗伤的话 恐怕会加重伤势 也好 还是慢慢调养吧 见过西殿主 我找来的钥匙 我内伤能这么快好 他功不可没 让他给司徒红瞧瞧 那就有劳钥匙了 分内之事 别担心 这小子 潜力不错 你刚才给的把脉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暗之空窝 壮如烂眠 乱得很 就这些 没有其他的 怎么 你绝对我判断错了 你别误会 这个司徒红 能打通百战密室 而且把百战密室都毁掉了 他哪儿来的这么大力量 他有这个能力吗 我探麦时 他的气息极其虚弱 你是担心 他在长逢学院 虽然优秀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长进 他现在的斗气 还远不到一个超法 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有东伯雪英在前 现在司徒红 这都不足为奇了 况且他现在伤势不稳 谁知道 是因为气息还是别的 安全起见 不如等他伤彻底好了 再探一探他的身前 只能如此了 禀二位元老 伤口已经处理 药爷已经服下 应该无大碍了 多谢 有需要我再叫你 告辞 走 走 我走 去走 她 我走 她回来了 我走 她轮廓 她走 我走 我走 好 她走 真是不同凡想 之前有个东博雪英 现在又出了个司徒红 雪英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司徒红嘛 还不敢说 你伤还没好怎么出来了 弟子想要加入新火宫 还望 二位元老成全 你这是干什么 赶紧起来 等伤好了再说 司徒红啊 你赶闯百战密室 勇气可嘉 能成功闯过 证明你确实实力非凡 无论从哪个方面 你都是我新火宫和下族 不可多得的人才 现在正值对抗魔族的紧要时刻 能有这样的弟子 好啊 司徒红 你可愿入我大地神殿 弟子愿意 好 那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大地神殿的弟子 入新火宫修炼 你要谨言慎行 努力修炼 不可辱莫 我大地神殿的名声 谢师傅成全 来来来 你去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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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起来起来 来 司公关主 您水源道观 有那么多优秀的弟子 这个司徒红 就让我战刺仙 无妨吧 无妨 等等我呀 对不起了师父 就让您难受几天 只有叫您支开 我才能完成任务 师父 吃饭了 为时还不饿 断下去吧 师父 您大病出狱 为了身体 还是吃点吧 那为时吃点菜就可以了 卢尔 这碗饭端下去 别浪费了 卢尔 你这是 我看师父一天没吃饭了 怕他饿坏身体 你把这汤给他送过去吧 卢尔 你想得真正的 等等 秦师 别说是我做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 这是你的心意呀 师父他会更开心的 好 我知道了 我看你 有很多的 就算是 你怎么回事 现在还没想到 我说你 吧 我没想到 这儿 我这儿 这儿 你还没有可以 幼儿 我这儿 我会有 View 这里 我最爱 我不会 糟糕 魔毒又复发了 必须赶快去黑风雅体 抢体内魔毒是否会出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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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儿 怎么一大早的没有见到师父 可能师父出去了吧 青师 我们回雪莹里看看吧 不行 荣儿 如果被师父知道了 那我们肯定就 你还不知道师父吗 刀子嘴 杜夫心 他肯定不会舍得骂我们的 但是 走吧 师兄们你都见过了 其他人退下 是 福阳波 初次见面 你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弟 弟子不敢 那 与其他门派不同 若想加入我黑白神山 就算成为超凡后 也要经过我门派考试 或是报名比试 或是单独设考 这皆因为我黑白神山 拥有众多的珍稀易宝 大量的超凡兵器 法阵更是独一无二 是 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赫山主自己的功夫 就已经堪称天下第一 可这次赫山主为了你 把你的考试都取消了 修炼条件 还额外加号了三成 师父 弟子 不敢当 不敢当 那你呢 当着师兄们的面 连输给四位陪练 而你唯一的杀招只有一个 逃 你让我的脸往哪里放 东坡雪莹怎么会有 你这样的兄弟 我 不知道啊 不 你就在这里好好的练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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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师父 你听我说 你先别着急啊 你先把我放出去 我我在这练 我练什么呀 练成东坡雪莹那样 哎 师父别着急啊师父 师父 师父 哎师父 你放我出去吧 我练到什么时候 能练成东坡雪莹那样啊 师父 喂 你们黑马身杀也太霸道了吧 那条件是你们给的吗 又不是我要的 哪有这么抢过人呢 不求你们了 放了我吧 丢业在外面等着我 喂 有没有人啊 国宫船物 还能突破法阵空间 哎 是 雪庸 跟我来一场比试怎么样 输了 就把你脖子上的宝贝给我 怎么这么没礼貌 师姐在跟你说话呢 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没通过超凡 却打通了百战密室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不过一会儿集会肯定会说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雪鹰还是最年轻的超凡呢 不一样 我超凡修炼时间短 目前来说 打不过百战密室 司徒虎 拜见二位到 不必多礼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大帝神殿的新晋弟子 司徒虹 他虽然不是超凡 却独自闯过了百战密室 司徒虹 今后 你就跟大家一起 在这里修炼 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弟子 谨遵教诲 是 大家准备好 一会儿开始上课 是 是 你好 我是虞峰 你真的太厉害了 不是超凡 竟然能通过百战密室 你是怎么做到的 谈不上什么厉害 天分加努力而已 司徒虹 没想到你现在武功这么高强 怎么 就只有你能加入新火宫 别人都不可以吗 只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太好了 虽一时比一时 以后在新火宫 可千万别让着 虞峰 你昨晚吃什么了 放屁这么臭 谁 谁放屁了 你不信你过来闻 不是虞峰 那就是你了 休要胡言 原来不是放屁啊 是口臭 你 怪不得口气这么大 соверш 不得口气 你 咱们 就不得口气 要口气 凉 哭 就不得口气 不得口气 不得口气 不得口氣 排鱼 还要口气 还要顶劝 得口气 卓一 你在这里修炼最久 但进步最慢 若既然是能打气 很可能会有淘汰的命 是 你的道法有长进 看来最近有好好修炼过 女风 用火星石 都是血英帮的吗 都是血英帮的吗 救命 薛芸 你在能领悟到水火真意之后 将风之真意融入 实属不易 回灌主 因为我发现水火真意并不完美 所以 我决定同时修炼三重真意 很好 整个夏族历史 还没有 能修炼成三重真意的 过去我们只是按照一个方向 修炼 坚持 努力争取做到极致 可是没有人像你这样 你的确分心了 但你做到了极限 我坚持的就是枪法的极致 我觉得枪法过硬一折 所以我参悟出了水石真意后 和火之真意完美融合 但我又想给枪法更多层次和变化 所以我又加入了枫之真意 这和你的天赋 努力 悟性和坚持 都分不开 你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我也是很高兴 这样吧 你去藏书阁 超越你想要的秘籍 作为对你的奖励 我想这对你日后的精进 更有好处 谢谢观众 苏都红 你之前跟我说过 修炼应不拘一格 也正是因为 你结合了其他的修炼 才能闯过百战密室 可之后呢 你并没有在这条路上 继续探索下去 你看东伯雪英 他已经领悟了水风火三重真意 你呢 修炼多重真意 如果没有突破 就是一步错 步步错 我看 你还是去藏书阁 抄写心经百变 好好反省一下 如果个人能力不够的话 就不要不自量力了 这席殿主对司徒红的要求 可真严啊 你懂什么 这大帝神殿的面子 被水源道观搏了过去 它能好过吗 哎呀 不懂 总之 雪英最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 对东伯雪英这么崇拜了 雪英不但武功好 而且还乐于帮助别人 要不是他给我拿的那块火金石 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那病人呢 董伯雪英 为什么我每一次见你 都没有好事 不如 我现在就送你离开新火宫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在这里闹 这书阁中 点击甚多 损坏了秘籍事小 若是唤醒了秘室中的魔器 引发混乱 到时候我们都要被 赶出新火宫的 雪英 跟你的枪法比起来 你的字可不怎么样啊 小时候学的少啊 为何 自从父母不在 便没有人教我练字 要不要我帮你唱 论钞书我可是专业的 价格公道同所无欺 你 我没有钱 我不要你的钱 只要你的吊坠就啊 也不是要 就借我玩一个月 不行 那就半个月 不能再少了 一天 一个时辰都不行 你们也想成双成对 雪英 总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的 来 客官 请 来 客官 请 我所愿 进入新火宫 这还不是值得庆祝的大事 别提了 新火宫等级森严 老师 若是有所建树 必须得是超凡才行 有问题找我吗 不就是个超凡吗 有什么好急的 何意 你看看你这一路走来 我也出了不少力 那些元石啊 秘书啊 我给过你不少吧 我帮你 你总也得帮帮我才行吧 你要我怎么帮你 六大元老 杀 不让承你疯了 我现在连超凡都不是 你却让我去杀六大元老 这个忙 就是杀了我 我也做不到 又不是让你亲自动手 你激动什么 我当然会给你准备 你需要的工具 这是窜天魔霄 带有剧毒 只要你找机会接近元老 放出这些魔霄 他们 就会攻向元老 你知道这件事 但凡有一点差池 我将陷入万劫不复 不 这个忙 我帮不了 你可以不答应 但魔族也不是好惹的 你之前用过的灵液喝下去的灵药 在你的身体里就没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吗 你 魔族从来不养没用的人 否则 魏阳辰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就不怕我鱼死网破去元老会告发你吗 你要是有鱼死网破的胆量 当初你就不会接受我的原石 你 司徒红 想想雪莺 再想想你自己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呢 只有魔族 才能助你登上巅峰 这东西 会攻击所有人吗 放心吧 小家伙们 不会攻击魔族的人 他们可是很厉害哦 司徒红 我等你的好消息 今天害时 你把书国内的密室门打开 我把兰煞引过来 你制造一些混乱 到时候兰煞就会用传心盒子 统治各大元老过来支援 但丢了盒子的元老 就一定接受不到消息 这么一来 我们只要看谁没有来 就能确定谁没有传心盒子 而那个人就是跟魔族勾结的人 没错 但是这样你会有一些冒险 这有什么冒险的 我不过是经密室 倒倒乱而已 这种事我小时候经常做 还有啊 密室屋顶的封印剑千万不要碰 它是封印魔族圣物的法器 要是碰了 魔族圣物就会被唤醒 到时候就真的危险了 放心吧 不过雪莺 你觉得 那个隐藏的间隙会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是谁 我们都一定要抓住她 既然雪莺要引元老们来 那我就好好帮她一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懒如君子一世安妆 昔日延�y少年而郎 千尘已知流光 云河年年不忘 换少年儿郎 前尘一枝流光 云河念念不忘 一盘起一壶酒一生茶 煮酒轮茶眉目数浪 云深不知温馨可放 梦里煮酒轮茶 千山外不见故乡 旧城里成年世界长望 望将月光点亮烛光 不焉锋芒 叹人间不忘 苏世偏爱称之无强 且心从容 盼苦人无恙 经意中描摹你的目光 暮雪继绿拂袖落满霜 风过初山和暗康 愿与君共赏 望将青光苍青时光 不予相望 天涯也无妨 苏人偏爱弹簧 寒长渐行渐远 悲酒天是河 经意中描摹你的目光 暮雪继绿拂袖落满霜 风过初山和暗康 愿与君子心通往 愿与君子心通往 你也要有什么 不可爱 你也啊 你也有什么 你也有分付 灯火 你也有什么